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读书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两位在各自领域中读书一致的艺术家和作家 Jojo和Robert Carl 首先,Jojo在33岁时重新找回自己的声音 从青少年偶像的光环中走出 勇敢地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 并坦承在音乐生涯中面对的困惑与挑战 他的新书Over the Influence 让我们一窥他的内心世界 以及他如何在音乐产业中重新夺回主权 鼓励年轻人追寻自己的道路 接着,我们将转向历史学家Robert Carl 他的经典著作《权力经纪人》 在50年后仍然激发着人们的思考 Carl的作品不仅是对罗伯特、摩西的深刻剖析 更是对权力的警示 他在纽约历史协会的展览中回顾了自己写作的旅程 并谈到未曾被出版的材料 展现了他对历史的无尽探索与热爱 这两位艺术家和作家的故事 无论是Jojo的音乐之旅还是Carl的历史研究 都充满了激情和挑战 让我们反思自己的道路与选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乔安娜、莱维斯克、Joanna Levesque 被粉丝亲切地称为Jojo 曾经是13岁的青少年偶像 如今在33岁时找到自己失落已久的声音 再次闪耀 这段经历让他决定写下回忆录 Over the Influence 与世界分享他的成长故事 回忆起他的第一首单曲 Leave, Get Out Jojo回忆道 当我的唱片公司告诉我 这将是我的第一支单曲时 我感到困惑不已 甚至流下了眼泪 这首歌讲述了一段不健康的恋情 对于当时还在六年级的他来说 完全无法共鸣 更何况这首流行歌曲风格 与他熟悉的R&B和嘻哈大相径庭 然而Leave, Get Out 最终登上了Billboard排行榜的榜首 让Jojo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单曲冠军 他说 我渐渐喜欢上了这首歌 但最初我真的无法理解 Jojo的青少年偶像生涯 充满了不可预测和动荡的经历 他在新书Over the Influence中 详细描述了这些感受 随着Leave, Get Out 以及其他几首商业热门歌曲 如Too Little Too Late和Baby A G-U的推出 Jojo的成长岁月 几乎都在录音室和巡演巴士中度过 尽管如此 他仍然与青少年和年轻人 有着强烈的共鸣 他的原始才华吸引了 各个年龄层的音乐爱好者 Jojo提到的那些疯狂的事情 包括他与前唱片公司 Black Ground Records 长达数年的法律斗争 这家公司在他12岁时签下了他 却拖延了他第三章专辑的发行 阻碍了他迅猛的职业生涯 尽管面对这些障碍和困难 Jojo表示 这些精力塑造了Jojo这个角色 即使有些事情是混乱 令人沮丧和可怕的 完全不是我想经历的 我仍然会接受好与坏 他说 Jojo感觉他在唱片公司工作的高管们 就像家人一样 形容他们是他的父亲形象 叔叔和兄弟 他说 即使事情没有如我所愿发展 我仍然爱他们 随着新音乐的推出 Jojo认为音乐产业正在朝着 赋予艺术家更多自由和发声权的方向发展 2018年 他重新录制了他的前两张专辑 这些专辑在留媒体上并未上架 以重新获得版权 三年后 泰勒 斯维夫特 Taylor Swift 也开始做同样的事情 事情正在改变 就有的运作方式正在崩溃 他说 我认为这很好 大型唱片公司的结构仍然提供了很多 但代价是什么 展望他已经是资深艺人的职业生涯下一张 Jojo表示 看到新一代的年轻女性音乐人 打破他当年必须遵循的标准 让他感到耳目一新 你必须有好 你必须在这些方面被接受 你必须遵循这些礼貌的政治 这真的让人筋疲力竭 他说 我们中有很多人都在这种信念的影响下长大 最终都会感到筋疲力竞 看到像查佩尔 罗恩 Chapelle Rhone 何比利 爱丽时 Billy Eilish 这样的艺术家按照自己的规则形式 让他感到疗愈 在撰写回忆录的过程中 Jojo追溯了自己 从最早的童年 记忆到今天的生活 他表示自己正在重新夺回对自己生活的主权 我希望其他人能够阅读这本书 并在我有时过于透明的叙述中受到启发 去开创自己的道路 无论那对他们来说是什么样子 Jojo以他的真诚和勇气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榜样 而在另一边 罗伯特 A 卡罗 Robert A. Carroll 德梦想也在纽约历史协会的二楼图书馆中实现 这位88岁的历史学家站在两根巨大柱子之间 目光头像数十位朋友 家人和同事 背后是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研究室 展示着他的一部分档案 我今晚能说的最诚实的话 可能也是最老套的 那就是我的档案在这里 某种意义上是梦想成真 他说 这个协会有着200年的历史 位于中央公园对面 年轻时的卡罗经常来这里 当时他已经想象着成为一名作家 卡罗的第一本书 《权力经纪人》 The Power Broker 让他声明确起 这本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 对于纽约市的市政建设者罗伯特 摩西进行了深入的评价 长达1300页 卡罗将摩西描绘成一位具有历史视野和才能的人 但他的自我膨胀和对他人的漠视 使他成为了不受约束权利的警示故事 作为一名终身的纽约人 卡罗被视为这个协会的非官方桂冠诗人 协会中有一个名为《翻阅每一页》的展览 专门介绍他著名的彻底研究 还有一个致敬《权力经纪人》的新展览 该书于50年前出版 展览罗伯特 卡罗的《权力经纪人》 50周年展示了打字稿 笔记 信件 报纸简报 书籍介绍的草稿 以及卡罗的报道样本 包括他和妻子伊娜 艾娜 魏摩西的第一个重大公共项目 《长岛穷斯海滩》的通勤者所做的统计表 《权力经纪人》 至今仍然被广泛购买 教授和讨论 成为严肃思考的象征 甚至在疫情高峰期间 许多记者和公共人物的Zoom访谈背景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协会不仅出售签名版书籍 还提供印有《我读完了权力经纪人》的陶瓷碑 尽管《权力经纪人》是现存最长的单卷书籍之一 但卡罗的狂热粉丝 以及他自己一直在思考被删除的材料 卡罗的原始手稿约有100万字 编辑过程中不得不删除30万字 以免书籍需要额外的版本 缺失或大幅删减的部分包括关于社区活动加减 《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内容 他帮助阻止了摩西在格林威治村建设高速公路的努力 以及关于布朗克斯一个社区居民 因跨布朗克斯高速公路而被迫搬迁的故事 卡罗自己早已忘记了那些旧手稿页的去向 这些页面在几十年前被装箱放入档案柜 直到2020年协会获得他的档案后才被打开 展览和他的档案现在对公众开放 但提供的线索不多 根据协会的高级副总裁坚帕特里夏 D.克林根斯坦图书馆主任瓦来利 佩利Valerie Paley的说法 几乎所有权力经纪人的文件都已经整理过 并未发现雅各布斯部分或一英里续集的迹象 在最近的一次访谈中 卡罗提到展览中的一件文物 一张餐巾纸上面写着 他对屋顶上的小提琴手的几个想法 以及一条关于成长过程中认识每一个人的话 他曾与一些英摩西的高速公路 而被迫搬迁的布朗克斯女性交谈 并指出他们的命运可以与被沙皇驱逐的俄国人相比 但他原本希望能写一个长篇章节来描述他们的遭遇 最终却只有十页 权力经纪人 为卡罗的宏大暴富和灵活的截止日期奠定了母版 他原以为只需几个月就能完成这本书 但实际上花了他超过七年的时间 甚至导致他和伊娜用光了所有积蓄 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家 他的背景是新闻学 他曾是新闻日报的普利策奖调查记者 但权力经纪人也受到他所崇拜的十九世纪小说家的影响 特别是安东尼、特罗洛普、Anthony Trollope 这是他的妻子首次告诉他的 卡罗的叙述拥有他所欣赏的特罗洛普作品 首相、中纳种规模、道德基础、政治洞察力和超大人物 摩西有位突出 当被问及权力经纪人是否可以被称为一部非虚构的十九世纪小说时 卡罗回答不仅仅是几乎 当权力经纪人出版时 摩西发表了一份二十三页的声明 谴责该书充满了错误 无根据的变更和随意的攻击 并指责卡罗过于倾听街角的一些抱怨者和不满的卡车司机 但大多数评论家将这本书视为一个启示 并继续将其评价为对于那些对政治、城市规划或纽约历史感兴趣的人来说是必读之作 包括巴拉克、奥巴马、布拉克·奥巴马 总统在内的崇拜者回忆起在2010年颁发国家人文讲时 他被这本书迷住了 即使雅各布斯也原谅了他没有提到他 在展览中展示的一封1974年的信中 他感谢卡罗寄给他一本书 并对他的努力表示感激 我毫不怀疑 许多读者会像我一样感受到 我们对你多年的辛勤工作 良好的判断 不懈的好奇心和同情心欠下了巨大的债务 他写道 这是对人类困境的精彩描述 他与伟大的小说相媲美 两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一位青少年偶像的重新崛起和一位历史学家的梦想实现 共同展示了坚持与毅力的力量 Jojo和卡罗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 透过精力和作品 启发着无数人 让我们看到梦想的重要性和追求的意义 无论是音乐还是文学 这两位杰出人物的故事都让我们明白 坚持自我 最终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Jojo的故事真是激励人心 她在青少年时期就成名 如今33岁的她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声音 这不仅是对她个人的重生 也是对音乐产业的一种挑战 她通过重新录制自己的前两张专辑 夺回了版权 这不仅是对无良唱片公司的反击 也是对其他艺术家的一次启示 楚天书 别那么激动 Jojo的故事当然很有启发性 但你不能忽视她年轻时的迷失和困惑 当她12岁签约唱片公司时 她有多少选择权 Leave Get Out的成功 更多是唱片公司的商业操作 而不是她的个人选择 至于重新录制专辑 这是因为她的原始录音 无法在流媒体上播放 她也不得不这么做 谢琪琪 你说的有道理 但这正是Jojo故事的魅力所在 她从一个被操纵的小女孩成长 为一个能够为自己发声的独立女性 这难道不是一种伟大的成就吗 她的新书Over the Influence 揭露了音乐行业的黑暗面 也提醒年轻艺术家要保持自主权 这是一种勇敢的表现 值得我们增进 啊 楚天书 这听起来很感人 但我们也要现实一点 Jojo的回归固然值得庆祝 但她的故事并不是每个青少年偶像都能复制的成功案例 她有幸重新找回自己的声音 但多少人被这个残酷的行业摧毁 我们应该更关注的是如何保护年轻艺术家 让他们不必经历这些痛苦的过程 谢琪琪 你的现实主义确实值得敬佩 但别忘了 Jojo的故事也证明了困境中的人可以找到出路 她的经历激励了无数面临相似困境的人 让他们知道即使一开始被操纵 也有机会夺回自己的命运 这种精神和韧性 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好吧 楚天书 我承认Jojo的故事确实有其鼓舞人心的一面 但我们不能只看到光明的一面 忽视那些未能走出困境的艺术家 音乐行业需要变革 这不仅仅是靠个别人的努力 而是需要整个系统的改革 让我们不要只把焦点放在个人英雄的故事上 而是要推动行业的整体进步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 美洲 亚洲的顶尖科技 语言和媒体专家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 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 国际交流 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六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 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 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 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 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 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 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